巴黎奥运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樊振东在逆境中展现强大势力 逆转日本选手张本志和 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然而 观众席上的一个小插曲却引发了热议 在比赛紧张进行时 队友刘丁瘦的微妙笑容被镜头捕捉 与周围凝重的细分形成鲜明对比 引发网友质疑其团队精神 与此同时 马龙 王浩等队友的深情关注与坚定支持 同时 则展现了队伍的团结与力量 尽管对刘丁瘦的行为存在不同解读 但大多数网友认为 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 应保持对队友的尊重 认识 体育精神不仅仅是个人记忆的展现 更是团队协作与相互鼓励的体现 让大家将焦点重新放回赛场 为樊振东及乒乓健而加油 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比赛中继续发扬拼搏精神 为国争光 再创佳季 同时 也呼吁大家以更加宽容和理解的心态 看待运动员的行为 共同营造积极向上的体育氛围 对此 你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